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半旗是7月21号进行了一盘网旗 由黑方袁胜珍对战白方王兴浩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点脚二路拖,先走定式 然后挂脚,白旗拖先拆边,发展这里的大模样 黑旗飞压定型,之后把右上脚这里补好 尖顶之后,再往这儿虎 白旗拆边,抢大场,黑旗再打入 这个布局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之后白旗因为没有根据地,所以说跳出 然后往上方这里联络 这样白旗这块还可以形成潜力 然后对于黑旗来讲,这两颗子现在也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最好是选择顶完之后,先点刺 把白旗的眼位破坏掉,然后在右边这里作眼 这样黑旗非常不错 而且接下来就该白旗头疼了 下面这块旗如果说补一手的话,无非也就是往下拆边 因为二路还露着风,所以说围空的话围不大 但是如果说白旗不补的话,走其他地方 下面这里被黑旗拆过来 那白旗的后视可能就要变成姑旗了 所以说黑旗在这里直接做活 意义是非常大的 实战黑旗往下逼住 这里的方向稍微存在一些问题 被白旗拆过来的话 那直接就关系到双方的眼位 现在黑旗就更加单薄了 所以说黑旗这个地方应该选择靠压 然后把这里走后,白旗搬的话呢黑旗不怕 断开就可以了 两边白旗都得补 白旗如果说顶完之后搬 寻求联络的话 那黑旗最多也就是在边上损失一些木属 外面还是可以全部走后 这样黑旗也还可以 实战黑旗选择往上跳一个 这个旗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感觉 因为很明显被白旗往这跳刺 尝一个两边都有冲断 黑旗现在还是要被白旗断开 而且接下来黑旗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这个地方黑旗肯定还是要选择挺投 这样至少中间这块旗已经跑出去了 实战黑旗沾的话 这个步调是非常慢的 白旗往下尝一个 以后中间这里再走一手 那黑旗就很难逃跑了 所以说也给黑旗这三颗子被吃 埋下了隐患 而且接下来白旗往这尝的时候 因为白旗的联络也存在问题 所以说黑旗最好是选择出头 当然不止靠出这一种方法 黑旗出头的话 首先白旗右边还得继续补 然后外面这两颗旗筋 也有可能被黑旗分断 从而反攻白旗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旗肯定要出头 实战黑旗下得太软了 就往三路拖 想要直接做活 那白旗直接搬下来 这里黑旗连回 然后白旗再往上霜 把这里联络完整 黑旗顶出 白旗直接连回 黑旗要路搬 扩大眼位 白旗护下来 黑旗提掉这颗子 白旗打吃 黑旗再沾 黑旗在这里为了扩大眼位 脚上这块旗也被碰伤了 白旗 虎到这一下 如果说黑旗搬的话 白旗反搬 这个木树也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说黑旗这个时候 还要再继续补 白旗虎一个 黑旗选择爬回 白旗再往外面补及 这样白旗中间这两颗子 也就彻底联络了 这里还可以成空 黑旗右边仍然不活 所以说黑旗继续打持 白旗先往脚上扳 一路打 这里有一通搜刮 然后再选择沾 黑旗火一个 后手补齐 以后这里白旗还有搜刮 所以说整个右下角 这里的定型 黑旗是非常亏的 右边这块旗苦活 中间这三颗子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跑掉 然后实战白旗往下顶完之后 再扳 这里白旗也可以成空 所以说 这一个局部 定型之后 黑旗的这个局势 已经陷入绝境了 接下来如果说 黑旗贴住的话 这个是双方可以把这里的空 围到最撑的一个走法 不过黑旗这样的下 并不是很好 因为把这里的味道 全部走近了 那白旗就完全没有 后顾之忧了 这块旗已经彻底安定 所以说黑旗实战 选择并一个 同样是补断 自己围的空也少了一点 但是毕竟白旗 这里还有一个缺口 没有补好 从后续的这个竞争来看 确实给白旗 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接下来白旗往右边小尖 黑旗打吃完做活 白旗往上二路利 这个都是白旗先手 这里甚至于白旗 直接把这个一路搬毡 交换掉也是可以走到的 黑旗还得继续补 实战白旗坚顶 在左下角为空 然后再搬 黑旗没有断 断的话长一个 那白旗可以考虑不补 补一手速度就太慢了 黑旗可以在上面这里压缩白旗的空 顺势接应黑旗中间这三颗子 这样的白旗可能得不偿失 实战黑旗长一个 白旗直接脱先 争得先手 再往中间这里封锁 那这样的话 黑旗这三颗子肯定是跑不掉了 这个地方越跑的话 可能死的越多 那黑旗也没有选择 往这里像这种像不飞的下法 这样的话 如果说白旗只是穿向眼 黑旗便宜了 这几颗子就变成一些杆子 白旗吃的并不大 不过黑旗如果说 在这里掏空 比较深入的话 那白旗可以在左上角这里探落 很有可能把黑旗 这块旗全部包进去 那黑旗周围是缺乏眼位的 所以说黑旗还是要循序渐进 从外面一步一步的 把白旗的空压缩 靠压完就长 白旗往前贴住 黑旗虎一个先手再扳 这几手都是必然的变化 黑旗半断 白旗打吃完就 因为上方这里不走的话 黑旗断打之后有双打吃 所以说白旗沾不断 黑旗靠出 这样的话白旗继续往左边扳封锁 黑旗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沾了 沾的话白旗长一个封锁 黑旗跳出 白旗可以继续往前贴住 再扳 等黑旗往前长的时候 白旗往中间冲断 那黑旗还是不行 所以说黑旗选择反扳 白旗右边打吃 再沾 黑旗如果说直接断的话 那白旗可以先沾不断 黑旗搬住 然后连搬封锁白旗 白旗直接提掉 就是一个先手 黑旗不断 那白旗可以往左边这里拆边 破坏黑旗左上角这里的大空 这样黑旗的收获也比较有限 所以说实战黑旗先往左边逼住 这一手旗的目的就在于 威胁白旗脚上这一块 如果说白旗补的话 那黑旗可以先把这个断打交换掉 然后再往中间这里打持 白旗连回 黑旗再提 白旗左边贴出来 黑旗再跳一个 那这里围控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目数也增加了不少 这个是黑旗的一个意图 那把这里的缺口先手补掉 实战白旗也是 想破坏黑旗这里围控的目的 所以说选择长一个 那黑旗往脚上长 威胁白旗死活 那白旗贴出 然后黑旗再往这围控 不过这个地方 黑旗围的就显得比较勉强了 之后白旗先往脚上点 这里肯定是有旗的 那如果说黑旗往前压 那白旗可以长一个 然后先往二路扳 这里白旗就可以下的比较嚣张 因为本身就是黑旗的控 就算白旗全部死掉 也不清疼 而且这个地方 白旗一路扳的话 黑旗是非常头疼的 断打的话 那白旗就一路打 跟黑旗拼这个截 白旗接下来的这个截才 也可以随便找 黑旗如果说退让 不断的话 那白旗飞一个 黑旗就很难杀了 往左边可以继续扩大眼位 然后上面不断 这里也可以作眼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旗还是选择往三三挡住 缩小白旗的生存空间 之后白旗突然之后搬 然后黑旗打持 沾上 上脚上出不了旗 但是白旗可以打持 往外逃跑 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旗二路飞破眼的话 那白旗拔一朵花 虽然说还是不活 但是黑旗左边这里 就必须要补齐了 不然的话会被白旗分断 黑旗补一手 白旗往旁边飞 这样的话 就算黑旗能够吃住 左边这朵花 这里的空还是被白旗压缩了 并且黑旗中间这三刻子 也不能被分断 不然的话损失太大 但是黑旗补的话 又会落后手 白旗可以再往左边联络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旗是很难下的 实战黑旗沾 然后白旗碰一个 在这里作业 虎下去 黑旗打持 沾白旗 直接两眼活旗 那这样的话 黑旗争得一个先手 左双脚的空 已经被白旗掏掉了 那接下来 黑旗的希望就是 攻击白旗左下角这一块 转移目标 然后白旗反扳 黑旗断 白旗断打完之后 再沾 当然现在白旗还没有完全活 黑旗 这个时候先往右边这里冲 其实这个地方 白旗应该稍微冷静一些 单沾 是不易察觉的一个妙手 这手旗 刚开始看上去的话 会显得比较怂 这样的话 黑旗那肯定往里面冲 还可以掏空 但是白旗因为目术比较优势 所以说这里 白旗可以虎一个 黑旗冲出来的话 白旗就可以争得一个先手 再往这拐住 黑旗连回这三克子 白旗就非常冷静的 在脚上做活 这样也是迅速的把这个局势 简化 然后还是白旗优势 那实战白旗选择长一个 然后黑旗冲 白旗挡住 黑旗往左边二路小间 这样的话 白旗局部 无法做活 只有往外逃跑 黑旗再往这 跳一个封锁 白旗往下断 然后直接靠出 这个时候其实白旗还是完全不怕 因为黑旗如果说冲断的话 白旗打持先手 往下冲 断打先手 再打持 黑旗拐打 那就不用说了 白旗随便冲两下 再沾就活了 黑旗要想杀旗 只有先冲 冲的话白旗沾 黑旗冲下去 白旗还可以先掏空 这个是白旗的权利 交换完之后 白旗可以往上打 这里只要白旗打持 黑旗都必须要沾 再往右边 拐打 黑旗冲出来 白旗就沾 往上冲的话 白旗还可以直接 打持 黑旗就死掉 沾的话 白旗沾 黑旗只有三口旗 就算上面把白旗断开 形成对杀的话 黑旗的气也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立法 白旗算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黑旗这里的冲断 是杀不了白旗的 实战 黑旗拐出 白旗再往前贴住 然后黑旗往右边 靠住 其实也是为了补掉 这里的这个冲断 那黑旗的这个断补掉了 白旗左边肯定要沾回 那这个地方 黑旗暂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之后黑旗往中间这里断 下一手旗 是白旗第一个知名失误 这个地方呢 白旗还是应该选择虎一个 虎一个 右下角全部活干净了 至于中间这里的话 就看黑旗如何定型 黑旗如果说 只是往这儿打持滚包 吃掉这两颗子 那白旗无所谓 不疼不痒 往下冲完之后 断 这个是一个景气的妙手 那黑旗双成气 那白旗虎一个 这里黑旗是无法冲断 因为白旗打吃完之后 再打一气闷 黑旗只有收气 那白旗直接连龙 这样左边大龙就全部安定 中间这里损失一些木属 完全不影响胜负 还是白旗 这个完全优势的一个局面 或者说白旗虎一个的时候 黑旗选择沾 那白旗沾上 黑旗冲 白旗就收气 这样的话黑旗通过气子 就把中间这里 白旗的联络 全部先手分段 但是也不起作用 因为首先黑旗下方 这里要补齐 防止白旗往右边连回 但是我们注意到 白旗左边 双板凳的这个旗形 往这打吃的话 也是一个先手 这样的话随时可以作业 白旗也就活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旗可以放心的 往这补齐 外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实战白旗 还是补了一手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 这一手旗比较浪费 然后黑旗往下断 白旗打吃 黑旗再长 下一手旗 算是白旗第二个致命事物 同时也是最终 影响胜负的一手旗 这个地方白旗应该选择单瞻 这样的话黑旗断 然后白旗可以打吃 虽然说黑旗往右边打的话 白旗是不能沾的 沾的话黑旗往这沾 那就要出齐了 中间这里要收住白旗的气 然后下方这里还有断打 右边冲一个还可以破眼 所以说黑旗打的时候呢 白旗可以提 提的话左边连通了 黑旗右边提呢白旗打 沾的话呢白旗站回 大龙全部安定 断的话就形成一个结分 这个结白旗是不怕的 因为首先在右下角这里 白旗本身这里作眼的话 虽然说活不了 但是还有本身结 然后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结材 这样的话白旗还是可以把这个结拼得过 实战白旗虎一个出现问题了 被黑旗扑完之后再往这打吃 首先白旗提的话呢 黑旗打吃再打 白旗沾 黑旗再断打 直接一起闷 这样不行 所以说白旗必须要在上面补 上面补的话 黑旗提在这 如果说中间这四颗子 被黑旗吃通的话 那也会影响到白旗左边大龙 而且这个木属太损了 所以说接下来白旗只有沾 沾的话 最终黑旗往这点一个破眼 白旗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旗已经没有办法下了 首先在脚上这里虎的话 白旗只有一只眼 然后左边冲断 黑旗可以打吃完之后 粘在这里 首先这个断脸白旗是不入气的 提节的话呢 黑旗粘 白旗借不贵 左边提呢 黑旗可以直接吃通 这样的话白旗右边大龙全死 那白旗的空肯定是不够了 所以说这盘旗 王信号也是非常的可惜 本来是压制了这个 袁胜珍一整盘旗 黑旗右边这里的定型之后 已经崩溃了 但是接下来在下方这里 最终的这个定型 白旗连续下出了两个致命失误 导致最终这里出旗 大龙被杀 好 那这盘旗就给企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企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